認證美國自然療法醫生 是不是來頭很不簡單呢 是 很多名人 還有很多明星都找他去看 我們應該用最熱的掌聲 我們用最熱的掌聲 歡迎我們高雲春 現在的時間交給你 你瘦了一點吧 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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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了一點 但是你不能吃 我吃完這盒也不能吃 但是我媽叫我不要那麼瘦 我說像生意失敗 老人家一見到你減肥 不要減肥 像生意失敗一樣 所以我瘦了應該是10磅左右 嘩 很明顯是這麼瘦 我常常就欠30磅 上上下下下 那今天的主題是減肥 你等一下才說好嗎 好 很容易 其實很容易 但今天的主題是甚麼 糖尿病 今天的主題是糖尿病 是嗎 是 但沒有電 你知道嗎 是 生意失敗 糖尿病 我對這些電器產品特別差 假扮不到90磅 我拍到90磅 這些是很厲害的 香港大約有十分一人有糖尿病 其實大家覺不覺的 不覺的 看誰的年齡層 五十歲以上那些 很容易找到 是吧 其實糖尿病 它本身 導致死亡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避發症 你不覺不覺的 最重要是 怎樣避免 真真正正去到糖尿病的階段 我上一輪 有個女士 就帶她的兒子來看濕塵 她就相認了 她就說 我就是糖尿病 好那個人 我說我在哪裏見過你 她說 我在哪裏的朋友 我以前一個學生 是她的朋友 她當時打給我 就怎樣說呢 說我朋友 剛剛發現了糖尿病 就8點多 就是進入了糖尿病 她就不想吃西藥 她就有甚麼方法 當時知道我給她了甚麼方法 第一步一點 我們未見過她 是不是 她方便我來看醫生 或者一步一點 沒理由在電話那裏拍照 她說 她都好 都過來了 但你有沒有一些簡單的方法 我說她走走行動 是否治癒 行動是治癒的 沒有其他問題 我就給她一個方法 她就好了 猜她是甚麼方法 泡布 泡布 大藥運動 大藥運動 是對於整個身體的 荷爾蒙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你想 一個人翻身得很緊 你還記不記得我說 你不幸運 你的朋友發覺 不是很妥 她有一點點屈症 她有一點點自殺傾向 送一件東西給她喝 之後跑步 那天是甚麼 你還記不記得 摸到她坦坦腰的 西梅汁 西梅汁 因為摸的時候 那些膽汁會摸出來 你們有泡布丁 就是泡布丁加淡 加西梅汁 那些膽汁會摸出來 你的肝 就發覺 不夠膽汁 就會捉一些膽固醇 來再做膽汁 那肝經是否走得很暢順 你知道 屈結是甚麼 肝經阻失 他不斷地摸 然後剩下的時間 就陪他去跑步 陪他去跑步 跑步有一個要決 第一件事要連續 大家有沒有健身員 看到這些朋友 上機跑五分鐘 喘氣下來休息 上機五分鐘 有沒有這些 我們都見到很多 我勤力健身的年代 當然很多年前 我們那個年代 就發覺到 有很多這樣的朋友 是沒有效的 真真正正做大洋運動 是不是 要計算心跳率 持續三十分鐘 是最有效的 你記不記得怎樣計 是甚麼 可以調節到 賀爾蒙的計法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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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320 220 220 221 220 320 220 220 180 220 220 320 220 320 320 420 320 跑步好些為甚麼? 第一,出到汗的心情代就好 第二,高溫 你游泳經常28度,給水怎樣? 蓋住你,你的體溫是偏低的 這個大野運動就不是沒用,是浪費了我 明白嗎? 即是你同樣做一個小時,你跑步的效果好很多 第二,這個年代流行甚麼? Slim Fit 流行背肌很厲害的美少女 很流行,大家不要看最近的奧運 游泳的代表通常是怎樣? 背肌 即是看背脊以為是男人 即是他們的身體會比較健碩 但跑步是Slim Fit 你說怎樣令到小腿有些的呢? 盡量怎樣? 不做Stepper那類東西 寧願是放輕身,不負重 用那個時間代替了重量 即是有些人不是會特意負重的 或者做一些樓梯機的 那當然容易腳粗 但你寧願你可能跑慢些 負重量低些 但你的時間長些就會減低這些機會 但這些是種來的,是有難度的 知不知? 我以前很勤力去健身的時候 嘩,蹲到青筋出光了,腳粗了兩寸 那女士聽到就覺得 嘩,粗兩寸這麼慘 我們這些好像沒有飯吃的腳 覺得粗兩寸就很好 那你到下個月不粗呢 又有兩寸 下個種來的 因為我媽是十八寸腰的女人 我姐姐五萬一歲都二十二寸腰 嘩 但你不要期望我姐姐 好像我這麼高 我全家的女人都是五尺仔 就五尺十和六尺 我哥哥和我差不多高 就是吃生 我家裡沒有偏心的 我小時候賣米 很多飯、很多東西吃的 但那些女生是吃一點就飽了 那種的問題 我媽的人吃很少就飽了 那些人來的嘛 有沒有聽過我講的女士 有什麼秘訣令自己吃一點飽了 沒有聽過補氣嘛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有飛滋的朋友怎麼補氣 有沒有見過 媽媽就很好 擋心不其湯 然後你喝了很舒服 又回家去做運動樂器好些 但可能姐姐喝了整個飛滋 然後又罵媽媽不要煲這些湯 有沒有聽過 有 關鍵在哪裏 去虛不受補嘛 是吧 虛不受補不用 心裡補開用什麼補啊 用B12補嘛 你記不記得嗎 B12是做什麼的 做血嘛 是吧 如果你的朋友 我經常貧血的 但我的鐵質足夠 不是鐵質的問題 就補B12嘛 如果B12夠呢 你發覺氣就會上 血氣、血氣在一起的 就是你的血象一好 那個氣就好了 什麼人在你辦公室 最喜歡吃的那些糖仔 你留意一下 就是貧血的同事 當然失戀也是 甜是幸福的感覺 失戀也是 失戀很喜歡吃甜的 是吧 所以你如果 跟我的朋友說 中醫見到肥一點 都要很鬆 泡泡的減肥體質 叫什麼 叫談飲體質 這些女生通常都不夠氣的 就經常跟她補氣 補氣的食量就會減低 如果你家裡有些紅心 在韓國買回來 甜點的 又不夠七年心 沒那麼熱氣的那些 你就拿來搭 搭完 你會發覺 那一晚的食量會低一點 是啊 氣足不思食 你抄下它 上英台來抄 氣足不思食 這句說話 你所補氣的方法 都會令到你的食量減低 為何和尚可過五分吃 他們三點後不吃東西 因為他們練功 對 練功 你的氣足夠 你的人的食量就會減低 你的氣越不夠 你越喜歡吃甜的 高澱粉質那些東西 所以很難減低 因為剛才可能有些朋友 偶爾在我趁所遇到很多危人 他們會走來跟我說 我想減10磅 然後我說你現在幾層 105磅 然後下一句我會說 減完你給導演 他說不行 我要扮文初 我要摘媽媽 要扮少女 所以導演說減10磅 年輕一點 那也是的 但是吃不吃啊 不吃 以前他們就要捱 他們很多代餐 其實很多女藝人都很厲害 他們很多粉 很多食物 他們會代很多餐 盡量把卡路里有這麼低 都這麼低 連我們給一些草藝茶去喝 他們都會計卡路里 你知道那些不甜的 你知道我那裡都沒什麼好吃的 對不對 所以我吃你們的店 已經覺得是全球最好吃的 因為我診所那些東西 大部份的味道都是無添加的 所以味道都會一般 但是很多時候跟他們一說 看到卡路里很大壓力 但是往往他們一補氣 他們就不用用意志 去怎樣 去控制那個飲食 他們晚上的食量就很低 所以補氣是QFIT很重要的 明白嗎 你們研究一下 氣足不施食 我知道QFIT是女士一生的工程 過了50個男士 因為有脂肪缸 糖尿病 寬心病 所以減肥也是男士的工程 所以多看這些知識是很好 因為我們都是很喜歡 用這個方法去QFIT 你晚上一定要忍 是很辛苦的 再說有什麼男士 有很多不良嗜好 有都不敢說 是吧 可能回家下班 照顧一下家人 但是晚上連吃都沒得好吃 是不是很慘 所以晚上你的嗜好就是吃 結果呢 譬如我們性格很害怕 我們很大吃 吃完東西 你們不能吃 就叫多點 結果你們不吃 我們就吃完 所以我30歲的時候 我是189磅 但是不覺得 我的細骨 豬原肉润 不覺得 你看我的骨 好像沒有飯吃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優點 但是最重要 你一看脂肪比例 30 你就嚇到自己 我們藏了很多東西 不覺得 因為是骨細 所以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如何補氣 我可以說漿很多 如果你夠膽 自己和自己針灸 都可以補氣 但是當然要慢慢學 如果很簡單 因為糖尿病人 很多時有個特質是什麼 他們控制飲食 都是一個難度 為什麼 因為往往他們晚上外餐 很介意自己的澱粉 是怎樣影響的 有些糖尿病朋友跟你爭論 你會怎樣回答 你會怎樣回答 可以 可以 早點吃 選來吃 選來吃 有沒有聽說 GI值 GI值 中文如何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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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糖值 升糖值 六十以下的 蘋果 龍眼荔枝不好吃 葡萄糖接近九十 但是最簡單 reserve 是什麼 是果汁飲品 我們應該怎樣吃 糖尿病 整包子都可以去吃 十二點前吃完 免得爭拗 你明白 你可以下午十二點前吃完 其實你怎麼吃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裏面有其他營養去平衡 但是你和一個糖尿病患者 會常常像猜妹一樣 在爭拗這些問題 那你就一早就吃完 可能早上一包 下午一包 丙龍提一包 三包都吃了 因為我是接觸過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上幾個月開始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開始 生意都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看診 病人會告訴我 他們在吃什麼 連你們的公司在這裡 然後他們都不知道的 即是家人親戚朋友拿給他 所以他們全部都不知道的 然後我就見過一個婆婆 在應該都有兩三年前 她就吃reserve 吃了一個血糖低了兩三度 她是來看菠蘿蓋的 她不是來看糖尿的 然後問有沒有吃 我說你繼續吃吧 吃一下吃一下就回到醫院覆診 醫院就說她的糖尿正常了 然後就脫了糖尿病 但是她過了七十的了 所以白雷露醇的數據 在糖尿病是很好的 即是無論論文和我親身 亦都見過很多這些例子 一說是不是很多 就馬上拿出來吃 我最懶的 我沒有時間吃T 我就會一次過吃三包 由於時間關係 如果說糖尿病最難醫是一型 一型其實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自己的免疫系統攻擊那個β cell β cell就是胰狀分泌胰島素的細胆 即是工廠被人打壞了 即是工廠被人攻擊了 做不到胰島素 很多時候呢 BB仔十多歲已經是 那些就一定要假打針 因為它簡直是沒有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異形的 異形經常說 媽媽說 不要喝多汽水 為什麼 年紀大一點有糖尿病 為什麼 就為我胰島素數幾下說 你現在工廠呢 工人呢 他的work load 只能做到這麼多 你不斷呢 就叫他加班加班 三十年之後 那些工人就怎樣 頂不了了 他做不到這麼多的胰島素 就是我們那個β cell的問題 人家每日只能應付到做這麼多胰島素 你給他很多單糖 他要做很多胰島素 來消耗了個單糖 他們就會疲累 那麼十年二十年之後呢 他就說我投降了 我做不到 是吧 他做不到足夠的胰島素 結果你就患了糖尿病 那麼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麼第二個呢 有很多學說的 說法不同的 什麼叫有抗性呢 胰島素的本身是 它有它的分子結構的 但是它的分子結構出錯 出錯 再說呢 有沒有看過一個電視節目以前呢 在那時候好像還沒叫雅時 我都不記得 很多年前 就專講 我今天沒那麼久 你叫我年紀 怎麼會記得當時的東西 我又沒有說 我又沒有說 說健康 說管理的 就是有個華裔博士 就這樣說 他說你把一條 鹹水乳 即是淡水 它是不是會死 是的 我把淡水乳 即是淡水 它又會死 因為大家的pH值不同 酸鹹值不同 它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胰島素的抗性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飲食不當 導致我們血的酸鹹不對 就影響那個胰島素的βCell 結果它做了一些畸形的胰島素 明白嗎 但是這個是對的 我很多年前 我查不回那個論文 其實我想講出來 我查不回日本人做的 他說你一天吃六餐 每餐吃七成纖維 那剩下三成吃什麼 不是吃雞腿 不是吃燒鵝 就是吃瓜菜 行不行 那七成纖維 其實分離了 就好像POPATIN一樣 分離了 結果發覺在三個月內 全部人的糖尿病 異形的都變回正常 原因是為什麼 纖維瓜菜 在飲食法裡面 是屬於鹼性食物 還是酸性食物 鹼性 鹼性 鹼性食物是最適合 身體的細胞去生存 結果這些胰島素的抗性 就不會出現了 因為這個βCell很健康 第二 如果你真的每天敢吃 你原本有二百多磅 你猜你三個月後 會沒有了多少磅 起碼幾十磅 沒有飯吃的 強調這個療法 沒有飯吃的 因為我們尖沙咀 很多朋友都是 很多不同的 一些Health Care的組織 會來看醫生 有一些朋友 他是全飲蔬菜汁 一天的十杯 有沒有見過 有聽過 有聽過 很多都不幸運 患過癌症 或者親疼症患過癌症 或者他有一些很難醫的病 這樣醫好之後 他就會堅持 那麼你有沒有見過 一天 只是喝蔬菜汁的人 他會肥的 沒有的 沒有的 是吧 因為他全部都沒有單膏出現 沒有高澱粉質出現 他打爛了一杯蔬菜汁 雖然有些少生果 但是那些纖維都是張住他的 纖維張住他的 有什麼優點 有血很慢 那麼你這個胰島素的數量 需不需要一次過增加很多 不需要 那麼那個胰島素的分泌線 的β線 就可以休息 其實那個方法是很好的 所以剛才說 第一 選擇搞定了什麼 那個工廠做一些對的胰島素出來 第二 減肥 往往很多糖尿病的人 就會痊癒 但是減肥這兩個字 不是這三個字 是不是很容易 不是這麽容易 不是這麽容易 肯沙蝦灘就好不回 就是這個原因 我見過的 有個女士180磅 在國內 她說 年輕的時候都不輕 都是83磅 肯沙蝦升了50磅 她打針之後 第二早上 她那個糖尿都是19度 完全控制不到 減了30磅之後 不打針 不吃藥是8度 當然她有些推動力 因為她爸爸就糖尿病 腎病 媽媽就糖尿病 上眼 對她來說是很大的樣板 給她看不處理的後果 她減得很慢 她減了三個月才減到30磅 我都不怕 不 因為我的計劃是比較急進的 是的 還有這個反應是正常的 很多病人都說 我滿意的了 你不用太急 但是我們普遍都喜歡急進一點 所以你留意 是什麽呢 飲食的方法 如果你去看 特別外國的文章 看《自然療法》 有關糖尿病的 往往都是排毒的 往往都是不斷排毒 高鹼飲食 吃蔬菜汁都是這樣的 她就會發覺很多人 糖尿病的血糖 就會慢慢變回正常 可以從這些角度 自己再做多些 傳統醫學 即是傳統室醫的角度 現在最流行的 就是遺傳肥管和缺乏運動 剛才說的 運動最大的優點是什麽 BOOSTOP 那個賀爾蒙系統 是嗎 所以腦 是胰臟 第二 肥管其實有很多原因 會導致那個身體 會出現問題 其中一個原因 你看回他們的醫學 都覺得年紀大 是嗎 退化問題 又會有糖尿病 缺乏運動 新陳代謝問題 或者那個 荷爾蒙系統 會差了 這幾樣東西 高膽 固醇 高血壓 過肥 其實這裡 在他們 因為他們是做統計的 不需要理由 做統計出來 責任就特別高危了 其實都是肥管 很有關的疾病 是嗎 我在觀心病那堂講過 真真正正 最令到我們 怕觀心病的成因 是否高膽固醇 不是 是什麽 膽固醇是膠布的 你記得嗎 你朋友受了傷 你拿一塊膠布連著它 就避免它繼續感染 受到破壞 你的血管內壁 如果它沒有煉蜜 你的膽固醇 你膽固醇 黏不下去 你的血管內壁 就不會眼化 明白嗎 所以血管內壁的健康 是第一位 膽固醇 只是一個膠布 去幫你修復 不過你太多煉蜜 太多問題 它越真越厚 就變成了一個 一個 一個眼塊 甚至一個左膝 所以真真正正的玄空 不是高膽固醇 而是什麽 血管內壁退化 有什麽 被血管內壁退化的 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我又要講講自己的經驗 我大學去鑽血 那個姑娘 好像和我吵架那樣 你不要鑽 你暈了 不要用我背鍋 你這麽高大 上下九十九 我真的 上下九十九十一百 我發燒都沒暈過 不斷在這裏說 你說鑽血管不關我的事 那些 我鑽血管就很記得 因為真遲了很久 那時二十年 到我三十六歲 那時一度上下 知不知幾個 一四九 一十五十六 你知道我這支Q很高 最近太多事了 不太大壓力 今晚中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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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都不會馬上讀 然後就 秦秦秦秦秦秦到七日後 再讀 咦?一五零? 七日後了 然後我跟自己說 最近情緒波動 你先看看書 裡面有些前意識在那裏作怪 然後再下個星期再讀 都是一四八 就知道自己真真正正的高級 我就跟自己說 我那時不肥 那時我只有一百 應該六十磅左右 是啊 是啊 我足一米八三 所以一百六十磅 是一點都不肥的 但是 我非常喜歡吃東西 因為我沒有什麼嗜好 你明白嗎? 你連吃都沒得好吃 我覺得很慘 你明白嗎? 就是做一下運動 上班 上班 看書 讀書 那些日子就是這樣過去了 結果呢 我就用了一個月時間 跌回去一一一零 嘩 你猜一下我做過什麼 跑步 跑步 有鬼那麼乖 那時就怎樣呢 戒倒澱粉質 青春無敵 吃很少澱粉質 不斷舉兩東西 都好像很fit 就沒有心機跑步 你知道人們很膚淺 對嗎? 對嗎? 你看起來很fit 都像個扮倒的英俊 這樣嗎? 然後 有心機一日去跑步 對嗎? 結果呢 就用這個方法 就保持下去 因為我戒澱粉質 是很有效的 就是我三十二三歲 一百八十九磅 減到一百五十五磅 都是戒澱粉質 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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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不算偷吃那些 我簡直會偷吃雪糕和可樂 這是我服刑的 是的 我那些人經常說 我像小朋友 別人喜歡吃包心廁肚 你經常吃雪糕和可樂 我說這些好吃 我是那些人來的 但是呢 到最後呢 我用什麼方法 我沒有跑步 因為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次呢 第一天 我不知為什麼 就吃了三文魚 總之連續吃了四天 最後那天呢 就幫朋友 搞個發佈會 我和一個藝人一起做 完了 他們說一起吃飯 你知道我們那些 很謙口客氣的 那我就一起去 不知道呢 去到呢 又是吃了很多魚傘 然後第五天 早上起床 在這條傘去搭濕頭 我都沒開始戒口 我都拿些清濕熱 放大便 那些自己吃了一個禮拜 叫我好飯 就是我永遠用最低的 什麼 方法 希望達至最高的效果 你明白嗎 就是最大的創傷 達至最低的醫治 就是那些手濕 明白嗎 就是我永遠用最少的東西 希望醫好任何方向 我當時怎樣呢 就是那時有個藥劑師 他在英國的 他就告訴我 這個抗氧化劑的組合 就對身體很好的 那我一直劑在這裡 那我看到148150 就知道中招了 那我就早晚吃了三顆 吃了一個月 跌回到110 我到上個月 都在110 是吧 八底老順 就是這一類抗氧化劑 是吧 這一類抗氧化劑 所以其實你的血管內 我會說逼健康 你的膽的唇 黏不下去 你的血管就會不硬 血管不硬 心不需要泵那麼大力 記不記得 我常說這個例子 你有個水泵在這裡 我插出家喉 插出玻璃喉 一按 哪個水位高一點 家喉的水位高一點 還是玻璃喉的水位高一點 因為家喉的彈性 可以嗎 年紀大了 就變成玻璃喉 要泵好大力 才會分同樣的距離 結果你的血壓就高了 可以嗎 這個是最傳統推化性的高血壓 第二 我經常說 血壓是 今日二八 明天八六 後日又八七 好像過山車一樣